對 當然對於人生來說也許過去大家會認為說他跟誰有心結 或是他們家族跟誰有心結 可是這個時候要選舉可能還是合作會比對立來得好很多 那麼現在大家都在看說國民黨內有很多人 包括立委蔡振元 丁守中都表態要參選台北市長 其實人還蠻多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人氣最高還是連勝文 剛剛也提到了他當然不只是對於國民黨內的初選 他可能放眼的還是整個的選舉 你怎麼看他建選團隊現在已經逐漸成型了 當然我們也有聽說一些政壇老將已經表態要幫他來服選了 這看起來可以彌補連勝文哪些弱點嗎 今天我們來看那個什麼 他的競選團隊大概基本上組成 我是用四個字形容老幹新知 就是我們去看就是說競選團隊基本上就是個同心圓 最中心的就是候選人本身 然後再往外擴充 我認為他最中心的一圈還是基本上是他自己的人馬 就是說他自己比如說他朋友李德薇 或者是說他自己一些終生代的一些長期以來的遊人 這個還是他家的核心 或是說新早來的游子祥 我覺得這個家也在他中間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 然後接下來中間這一圈算是終生代 大概就是以林玉芳為首台北市的一些立法委員 還有一些市議員 市議員其他的人也還蠻多的 那有些比如說像林玉華之前其實也跟他都蠻好 還有一些五六七聯盟的人跟他都蠻好的 那這個可能是第二圈 然後第三圈就是現在扶書台面的一些就是說 像以前的那個市長黃大舟 過兩天也要幫他站台 然後歐靖德之前已經被寫過就是他是市政總顧問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現在的議長吳壁朱 還有就是陳建這些屬於老將的部分 就是慢慢的往外擴充 但是這個擴充第三圈 我認為基本上在他核心的一個決策的部分 我覺得不會扮演非常非常大的角色 他主要還是對外宣示什麼 宣示說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談的就是 他這個人缺什麼東西 就是我認為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他執政的經驗跟能力 因為畢竟他是政壇的新人 所以他過去的經驗大概是國民黨中央委員 中常委之類的 然後當過悠遊卡公司的董事長 但其實這些的經歷在政治上面 跟所謂的立法委員什麼都不太一樣 所以說他必須要用這些大量的老將 來幫他把這個場面撐起來 就是說其實我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幕僚群 有這些人在教我什麼之類 甚至於他父親 大家會覺得他父親在政壇這麼久 儘管是不會有什麼顧問的角色 但是一定也會指點他 然後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不是最重要 我認為不是 就是說他今天找這麼多 我認為將來他還是要彌補的部分 還是那個權貴形象的部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執政的經驗能力 我們去看就是說他最主要對手是柯文哲 柯文哲同樣也是政治的素人 就是說這一點來說 他們兩個人其實不相宣制 你去補強這一塊 這個也是柯文哲要補強 就是說我要拿我 我其實兩個對戰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要把自己的弱點彌補起來 假如說兩個都是弱點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最重要 所以說目前看起來 他對於權貴的這一塊 就是說以他的團隊來說 還是沒有做一個很好的補強 那將來他可能就要引進一些 可能比較草根性的一些人 跟他們腦袋不一樣的人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綜合一下對不對 對 對 對